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华的魏家祥跟这个国大党的这个沙拉湾人曾经有告诉这个韩沙 就说这个国阵给这个最高运手的信 里面并没有写明国阵是支持安华的 OK 所以这个新闻很多人看到都一头雾水 有人跑来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完全看不明白 OK 其实我也是有一点不明白 我最不明白的就是 那一个时候呢 这个马华跟国大党是属于国阵的 然后国阵跟这个国盟又是属于对立的关系 这样为什么马华跟国大党呢 会把这么重要的情报告诉国盟的领袖呢 这个我比较好奇 OK 不要紧 所以我现在呢 我用一种故事的方式的来跟大家猜测一下一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的事情的经过了 是这样了 OK 我不指名道姓啊 我用一种小说的方式 故事的方式来讲 OK 比如说了 我们现在有一间公司了 这间公司叫做阿玛 OK 然后呢 他有一个董事长 然后这个董事长呢 说呢 我们五年要选一次总裁 总裁要换人了 但是呢 这个董事长呢 是很民主的 这个总裁呢 不是他清点的 他交给公司所有的员工呢 投票决定谁做这个新总裁 所以公司呢 总共有222个职员 然后这个222个职员呢 他分成很多派 主要分成三大派 第一派是红派 第二派是蓝派 第三派是绿派 还有其他的三散的啊 那些是没有分什么派的 OK 所以到最后投票结果出来是怎样 就是这个红派是最多的 80多票 然后这个绿派呢 有70多票 这个蓝派呢 只有30票 然后剩下那些就是三散的啦 OK So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绿派呢 他就拉了这个蓝派10个人过去 然后这个10个人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小白 一个叫做小黑 OK 然后呢 之后呢 这个蓝派的老大啦 他就跟红派的老大达成了一个共识 一个协议 就说好 我代表蓝派我们30票支持你红派 这样你红派就赢了 因为呢 这30票呢 一过去红派那边呢 就已经过半了 这时候呢 那些三散的也加进来呢 就已经是三分二的了 OK 所以关键就是那个蓝派的老大说 好 我支持你红派 当然蓝派说 我支持你红派呢 他30个的成员呢 全部都是过去红派的 包括那两个小白小黑 OK 然后这时候呢 这个小白小黑呢 就去跟这个绿派的老大说 你们不要紧张 你们不要紧张 虽然我们蓝派的老大啊 是说呢 他们要过去那边 但是我跟你讲 其实呢 我们蓝派的老大呢 留了一手 他给这个 他给这个 董事长的那个信啊 他并没有写啊 这个蓝派啊 要支持红派的老大做总裁 没有这一句话啊 你放心 还有的转弯呢 虽然蓝派的老大 已经口口声声说 他要过去支持红派 但是他信里面 他给董事长的信 没有写 他要支持红派老大 啊 所以我们再继续 慢慢的耐心的等 等事情有没有转机 哦 OK咯 so 这个绿派的老大就讲 好 小白小黑 我相信你们 啊 结果 等等等等等等 等了四天过后 啊 然后这个董事长 突然间出来宣布 我宣布 红派老大 终选这个 啊 新任的总裁 做主五年 啊 然后 事情就过了八个月 然后今天呢 这个绿派的老大呢 就出来 靠北靠不说 哎 八个月前啊 这个小白小黑啊 明明跑过来告诉我啊 这个 蓝派的老大啊 他给这个董事长的信啊 里面没有白紫黑之写明 啊 他是支持这个 红派的老大做总裁的 啊 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 一切东西都是不合法的 不生效的 啊 OK 所以我抗议 啊 然而 如果啊 小白小黑啊 当初啊 他们是没有撒谎的话 就是我撒谎 但是如果他们撒谎的话 就证明了我没有撒谎 我只是在转述他们说话 所以 现在呢 爱的是小白小黑在撒谎 又或者是我在撒谎 但是我肯定不可能讲 我自己撒谎的嘛 啊 哈哈 OK so 故事就到这里了 大家应该明白我讲的故事了 请听好啊 我没有讲任何的国家 任何的政党啊 我讲的是一间叫做阿玛的公司 啊 里面有董事长 有总裁 啊 有红派 蓝派 绿派啊 我什么政党也没有说 啊 小白小黑是谁 我也没有说 是谁啊 哈 OK 啊 一切都是干干净净 啊 不会有任何麻烦的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哈 你 你 你有没有 嘴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